欢迎回来 继续关注国内消息 大马竞争委员会自去年开始就接获多宗投诉 指电照车公司Grab涉嫌违反垄断法令 由垄断电照车市场之嫌 大马竞争委员会首席执行员伊斯坦达 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 他们建议向Grab公司开罚超过8000万利级 但Grab还是有机会为自己辩驳 因为上述的罚款只是建议 不是最终决定 大马竞争委员会总执行长伊斯坦达 召开记者会指出 自从Grab和Uber在2018年3月尾合并之后 该委员会就接获了许多针对Grab的投诉 基于Grab有垄断市场之嫌 违反了2010年竞争法令第十条文 他们今天宣布将对Grab开罚8670万令吉 另外他说如果Grab无法依据该委员会的指示 及时纠正与竞争相关的问题 Grab则会从今天开始每天罚款15000令吉 无论如何Grab还有机会为自己辩驳 因为上诉的罚款仅是建议 不是最终决定 他指出Grab也涉嫌滥用垄断地位 因为Grab向旗下的司机落实了多项限制条例 包括禁止司机在电照服务和交通媒体广告市场 为Grab的竞争对手宣传或提供广告服务 Grab起初只是涉及电照车服务 如今已扩展至和物流有关的业务 包括送货 外卖平台 电子钱包等等 NTP7综合报道 针对被指违反垄断法令 Grab公司公关部随后发文告指出 他们对大马竞争委员会的宣布感到惊讶 并透露他们的法律顾问已经开始着手处理这件事 Grab强调他们一直以来都遵守2010年竞争法令 无论如何他们会在下个月11月27号之前 做出书面的回应